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少说两句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众朋友们去思考 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附上一些现场视频 那智库报告与我们讨论内容相关 这样您可以根据您时间的选择 更容易消化这一档节目为大家提供的内容 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的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但是在中国在意后重启的过程中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通货紧缩 实际上在整个二十国集团里面 中国真的是一个异类 根据来自摩根大通的一份最新报告 从二零二一年八月以来 二十国集团中中国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 报告居民消费价格还同比下降的经济体 那么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呢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来讨论有一些问题是大家都能够想到的 现在整个全球大宗商品周期在意后出现了下滑 供应链压力减弱 这因此我们就说这个有关于供应瓶颈导致的价格上升 现在是有所缓解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中国国内的一系列独特的因素 首先政府政策一直是支持生产投资 而不是消费导致内需相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就相当的疲软 另外在经济不确定的背景下 中国家庭更倾向于保持着比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这一点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都在抱怨美国经济不好 怎么节假日消费仍然是数字这么高呢 同时美国的消费者的这个信用卡的欠贷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 几项一合 我们就发现美国人那真的是欠债 宁可要背信用卡债这么高的利息 也是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这个假期 这和中国的这种高储蓄预防性储蓄的文化相比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看到中国的失业率还相当的高 因此这个在发达国家在美国出现的失业率低 导致工资上涨的压力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 总体来说多种因素相结合导致现在整个中国的CPI数字是相当的疲软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因素 比如房地产市场疲软 那我们知道房地产市场疲软直接反映在CPI上 就是租金的这一部分 房地产价格下降了 租金价格也相应下降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现在汽车降价 包括猪肉价格下跌等等等等 也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面临通缩的压力 但是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通缩的另外一面 对于中国来说 通缩显然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与几十年前日本的那一种通缩 由于整个经济的低迷下滑 导致的进入通缩的死循环出不来还不一样 刚才我们介绍中国的通缩主要是结构性的不平衡 造成的制造能力相对于消费能力来说实在过剩 那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既然中国有这么多的制成品 在整个全球一方面中国通缩 一方面世界通胀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把这一些我们叫做产能过剩的产品 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去 压低那些通胀国的压力 同时也减缓中国通缩的压力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的确这就是近期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 在一份报告中所提出的看法 中国的通缩有可能有助于近期全球的通货膨胀 因为中国的出口价格的下降 就会转化成为贸易伙伴国进口价格的下降 如果根据摩根大通研究的估计 中国的通缩会让二零二三年下半年 全球核心商品的通胀率排除中国之外 降低七十个基点 那么这对于现在面临巨大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的压力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 可以说是十分重要关键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我们也看到人民币在过去一年中 对于美元是不断的贬值 现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货物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 那么其余是以人民币结算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拉美在欧洲 以本币结算的进口价格也出现了相应的下降 那我想问一下何彬先生 的确这听上去是一个好主意 中国可以出口产能过剩 而西方国家现在面对中国便宜商品 又可以提高本国人民的购买力 那你认为摩根大通的这一份研究报告中 有没有什么漏洞 为什么现在中国出口产能过剩 或者叫做中国产品倾销到欧美 反而是引起了这些国家政治家的反弹 而不是打开大门欢迎呢 对齐女士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 她在讲到跟中国贸易关系的时候的关税问题 她就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 当时我这话一听了以后我论了一下 这就是现实 现实的政治就是中国的产品过分的往欧美方向发展 但是欧美自己本身的出口的产品少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贸易念叉 或者有一方说贸易顺察 这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口号 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他到美国的访问 先到达加州 满一大的雪果 然后又跑到华盛顿DC 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 他好几个演讲的场合我都在 他是演讲非常的好 可以说在中国领导人的幽默机制 他一个主调就是说我是给大家消气的 为什么消气呢 就是说 我能买你们的东西 我当时心里想 你买人家的东西就是一点水果一点粮食 我们还去了166州的农场 就是说你欧美能够出口的东西越来越少 原来你可能有些科技产品 量比较大 比如说你的电脑 你的电视机 比中国的那些低端的产品要贵很多 但是问题是这些产品中国产的 一点都不比欧美差呀 这就造成了中国制造力提升的同时 欧美自己本身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这个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而且不去解决它反而是更好的 因为欧美本身是个消费体 欧美本身是有它的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美国的科学创新 比如说美国的精英杠杆 欧美的优势要发挥出来 怎么去亚洲发挥他们的财干 比如像法国最近有一个公司 它要去印尼的他们新的首都 就建一个智慧性的城市 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就在想 欧美它不是往这个方向走 而政客们只是看到了中国的这种侵蚀 所以就提出了所谓的出风险 而且夸大了疫情之间的口罩的影响 口罩的当时你没有意识到 是你自己没有进行最起码的应该的取备 这是根本原因 而不是中国、印度或者是其他生产口罩的国家来禁止 原来就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 来把它变成安全化 变成了国家的这种概念 所谓今天的欧美出现的通货膨胀 有人说是美国发钱发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从本质来讲 还是去风险扭曲了自由贸易的这种关系 就是欧美已经不把自由贸易变成他们的一个圣经 而是把国家安全置于之上 所以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提的意见 我认为其实见聪明同时又是个常识 但是这种东西在政治的面前怎么解决 我并不知道 因为没有一个政客愿意冒着失去选票的危险 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选民是很容易被蛊惑的 我前天看到洛杉矶的港口的主管 他就说美国加这个10% 他是讲川普总统 实际上是对整个全球的自由贸易的一个破坏 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 他连为什么办的总统不纠正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政治的压力 政治的压力就是又是被误导的压力 所以我并不真正的看好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刚才何明先生提到了一点 就是政治的压力 其实说到为什么现在西方的政策制定者 不愿意让中国的通货紧缩出口到本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涉及到政治 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便宜了 实际上主要得益的是消费者 但是如果从中国进口到大量便宜的商品 本国的这一些商品的制造商 他们的利润空间就受到挤压了 那么说从游税能力上来讲 我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和一家大企业 游税公关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 一直是我们叫做挺关税派 往往能够在游税环节上占到更大的利益 而自由贸易派由于它虽然对于整个经济体来讲好 但是享受的人是太过于分散 大部分是消费者 一家能力太低 因此在游税这个环节中并不占有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美国的传统的钢铁行业 往往要花大量的钱用于游税增加关税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钢铁行业的生产成本 和国外的生产上相比 那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怎么办 钢铁行业就有这样的动力 宁可是花大笔的钱去游税提高关税 而不愿意面对来自国外的竞争者 这就要说到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 当然我们说客观原因还有一条 这一条就是经济学家爱德华兹所谈到的 他也同意的确中国现在如果是出口通货紧缩 可能对于缓解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好处 但问题是如果在今年年底或者在明年年初 美国的经济没有软着陆 而是硬着陆了 到时候美国的经济突然出现危机 可能货币供应出现了相当大的疲软 整个美国的国内通货膨胀崩溃了 在这个时候 你有额外的中国通货紧缩进来 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可能会让美国的货币政策陷入混乱 因此从这个政策的一致和稳定性上来讲 那么的确也有这样的必要 即使是降低对于中国的关税 即使是让中国的便宜商品入境美国 也需要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 摩根大通的这一篇研究报告 我们今天会在节目之后完整的向大家呈现 有关于中国出口通货紧缩 您到底认为对于西方阿拉国家来讲是好是坏 对于中国解决产能过剩到底有没有好处 也请在节目留言区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取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 China's economy has flourished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with GDP growth averaging nearly 10% annually however after the pandemic the country's economic rebound has proven weaker than expected due to factors including low consumer confidence a housing slump and mounting local government debt which has risen to 92 trillion yuan or 12.8 trillion dollars as a resul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recently slipped into defl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wo years with consumer prices falling 0.3% year over year in July 2023 before edging up 0.1% in August China is an outlier in the post-pandemic reopening process in that its economy is facing intensified deflation risk instead of inflation pressure said Gray Singh, senior economist for Greater China at JP Morgan Indeed, the country is the first G20 economy to report a year-on-year decline in consumer prices since August 2021 Title I, Why did China recently slip into deflation? The deflation risk in China is in part due to the decline in the global commodity cycle including the fading of supply chain pressures but is more importantly driven by unique domestic factors Ing said Firstly,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been geared toward supporting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instead of consumption resulting in tepid domestic demand Moreover, households are maintaining high precautionary savings against an increasingly uncertain economic backdrop Also, high unemployment in China in particular, youth unemployment suggests that the wage inflation pressure observed in other countries is absent here, Ing added Looking across sectors, China's real estate slump is weighing heavily on the economy with renewed weakness in home prices The weak housing market points at softness in rental cost and CPI components, Ing said Plus, auto price cuts and falling port prices due to oversupply are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the deflation risk Title II, How Will Deflation in China Impact the Global Economy? Deflation in China could aid near-term global disinflation as declining export prices out of China translate into lower import prices for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JP Morgan research estimates China's deflation will lower global core goods inflation ex-China, by 70 BP, basis points, over the second half of 2023 Chin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global goods disinflation In 2021 and 2022, as much of the world recovered from the pandemic China went into lockdown and a large positive shock to global goods demand coincided with a negative supply shock and broad disruptions to domestic supply chains said Nora Centivani, senior economist at JP Morgan Then, earlier in 2023 when China reopen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slowing down and the boost to global demand from China's reopening bounce was outweighed by the boost to global supply This dynamic of excess supply has driven China's domestic and export prices into deflation China's export prices have fallen at a pace of 18% annual rate in the three months leading to July as exporters slash prices to boost demand The declines, initially led by processed raw materials, have since broadened to other key exports The fall in upstream prices has lowered costs for China's downstream producers and as a result, export price declines are now substantial not just in processed materials such as metals and chemicals, but also in lower-end consumer goods This enhances the near-term spillover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Centivani said Indeed, this is facilitating the disinflation process for major trading partners For instance, US import prices from China fell minus 4.1% annual rate in the three months to July while the euro area saw a decline of minus 15% annual rate In addition,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yuan over the past year has magnified China's disinflationary impulse on global import prices With roughly two-thirds of China's goods trade transacted in dollars and the rest in CNY the appreciation of most major currencies against the CNY is driving down import prices in local currency terms, especially in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 Overall, China's export price def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fall in China's trade-weighted currency is likely reinforcing the slide in global core goods inflation currently underway, Centivani said Taken together with other near-term disinflationary forces including the continued fading of supply bottlenecks Chain's excess supply is likely to weaken the pricing power and profit margins of goods producers elsewhere Title III, Why is China's Housing Market Experiencing a Downturn? China's housing market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downtown both cyclically and structurally since 2021 when several property developers defaulted due to tightened regulations on their debt limits New home sales have plunged to just 50.9% of December 2020 levels while house prices have slipped at a relatively milder pace Other than macro and financial drags, a double dip in the housing market in which two periods of contraction are separated by a brief period of expansion may shake market confidence in the a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rol risk and stabilize growth said Tingting Gu, China economist at J.P. Morgan Echoing our call for rising urgency for housing policy relaxatio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several demand-side easing measures around the end of August including lower down payment requirements However, uncertainty remains about how the September-October seasonal pickup will play out in the coming weeks Title IV, Is Deflation in China Here to Stay? China's deflation risk is expected to persist through the end of this year Although headline CPI may turn positive in the fourth quarter as a result of the base effect or comparing current price levels to those of the previous year overall CPI inflation will likely remain low This is in large part due to China's prevailing policy While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rolled out several macro and housing-related stimulus measures including reducing the down payment ratio for first and second homes the impact will likely be modest and take several months to feed through to the wider economy In all, we expect that China's general pricing environment will remain relatively soft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will take time to be resolved, Ng said More meaningful policy response will be crucial to boost household income reduce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provide funding support for pro-consumption measures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务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www.62.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www.62.word尝试吧 继续